4月8日7时25分 东航MU2527航班搭乘着49名旅客 从武汉出港飞往三亚 成为武汉天河机场 恢复国内客运航班的第一飞 标志着离汉空中通道正式恢复 也标志着东航正式恢复在武汉的航班运行 根据民航局关于恢复湖北省民航航班的通知 自4月8日零时起 武汉天河机场恢复国内客运航班 当天东航计划执行30班航班 从武汉机场进出港 其中除了出港第一飞之外 东航当日还执行4班从武汉飞往上海的航班 第一班MU2507已于11时40分落地上海虹桥 该航班的抵护旅客 在机场的国内到达区受到了许多媒体的追访 有一名武汉来护旅客对记者透露 机上除了安排分散就做 测温登记 简化机上服务外 登记前还有工作人员 协助大家完成了健康申报等步骤 根据不同到达目的地 相对应的填写或者注册登记的内容 也会有所不同 过年前回去 正好封城之前回了 但是还是挺过来的 对下一步的打算是怎么样的 你好好工作 对自己对家庭 因为大户时间太长了 你再不工作的话 公司那边也不好交代 登记之前就看你到各个地方 物理地不一样 它可能的政策就不一样 比如到上海来就登记一个上海的 它有一个什么学生码 也注册一个 夏季之前 夏季之前 对东航填了一个 东航可能根据上海的要求 让我们填一个 填一个什么 填一个你到哪里 到上海什么地方 曾在中部战区总医院工作四年的耳鼻猴科医生 刘汉白于2019年9月 来到北京春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从事药物研发工作 2020年3月3日 刘汉白去往武汉参与疫情相关工作 此犯于武汉解封后 复航首日非凡上海 看到同事来接机的他直言内心十分激动 据了解根据目前计划 从4月8日至5月2日 东航将恢复武汉至上海 深圳 成都等17个城市的进出港航班 平均每周执行进出港航班约286班次 根据目前的售票情况显示 受疫情影响 旅客的需求尚未完全恢复 武汉出港主要集中在上海 深圳 成都等地 后续东航也将根据市场恢复情况 逐步加密主要武汉通达全国重点城市的航线频次 试图恢复二三线城市航线和旅游航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